现代意义的旗袍诞生于20世纪初叶,是中国女性服装的代表。 在民国初期,旗袍以清末的宽敞舒适为特点,领子有早期的五领或低领变化为元宝高领。 袖子稍有收紧,并略有缩短。 旗袍线条造型较为平直,色调力求素雅。 领、袖、金等部位采用相滚,但通常只有少许几道。 从无袖的长马甲、假旗袍到清末明初女学生穿的旗袍。 20世纪20年代,旗袍完成了它的第一次重大变革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,旗袍奠定了它在女性服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,成为中国女装典型代表。 三十年代旗袍的款式有两个特点。 中西合璧,变化多端。 荷叶绣,开叉绣,下白坠荷叶边或不对称蕾丝,成为当时的流行热点。 四十年代初的旗袍不复三十年代的奢靡之风,省去了种种繁琐的装饰。 长度也缩团至脚腿中部,高时渴到膝盖处,将传统的盘香扭、直脚扭换成拉链,成为当时的时尚之一。 在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一漫长的时期,旗袍似乎悄悄退隐到一个历史的角落。 但也是在这一时期,旗袍的设计走向了顶峰。 经过几十年的修正与改良,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,旗袍已经成为世界时装舞台上最闪耀的一颗明星。